Miss Chao? Miss Chao? Miss Chao Chao? Hi,欢迎大家来到Miss Chao Chao教室 今次我最主要想讲关于小五和小六的成分试 其实小五小六的成分试分开三次的考试 如果你那间学校有两个学段的话 就会是小五的下学期 和小六的上学期和下学期 如果你那间学校分开三个学段的话 就会是小五的第二个学段 第三个学段和小六的第一个学段 其实三次的成分试的比重都会相同 当中中英数三科的比重是最高的 我就想集中讲关于英文的成分试 虽然我现在住在苏格兰 但是我仍然收到家长的电话 或者一些短信去问我关于成分试的方法 我也有十年做补习社的经验 我也希望可以将我的经验分开给大家 其实我也很明白 很多时候你们的子女 如果在学业上有问题的时候 学校第一样要做的事 就会是打电话给家长 叫他们跟他 但其实应该从怎样入手 有时可能家长都会一头无水 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所以我这段影片就会讲 关于英文成分试的最主要提醒 希望可以帮助你打一些练习 又或者是你们如果想叫别人帮你 去教你的子女的时候 你都知道应该方向叫他们怎样去教 首先第一种的题型是Tenses 这种的题型 基本上是每一间学校的成分试 都会必出的 当中分开三大类 就是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Future Tense 即是现在式 过去式 和将来式 其实在中文来说 无论我们讲 现在 过去 或者将来的东西 我们讲法都是一样的 但在英文的话 我们就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其实都不是三种 而是三大类 首先第一类就是Present Tenses 那里面再分四种 你看到黑色这两种 Simple Present Tense 和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它在小二、小三 大部分学校都会学过的 所以在成分试也是必出的 而绿色这种Present Perfect Tense 多数的学校就是小五、小六的时候教的 有些比较教得深的学校 小四甚至都会已经学了 所以它在成分试里面 都基本上是必出的 也是比较重点的去考核的 而粉红色呢 这种呢 我亦都猜了它是Advanced 那所以呢 多数一些是比较深的学校才会教的 而大部分的学校 亦都不会cover到这个Tense的 之后到Past Tense 同样 黑色的这两种 Simple Past Tense 和Past Continuous Tense 都是在小三、小四的时候教的 所以亦都会在成分试里考的 而Past Perfect Tense 虽然它是Advanced 即是说它是比较高级一点 但是呢 是某些学校有教 某些学校没有教的 那如果你的学校 有读到Past Perfect Tense 的话 你呢 就要懂得怎样分 Present Perfect Tense 和Past Perfect Tense 而Pas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Advanced 这一种Advanced 就是大部分学校都没有教的 那所以你可以中学才理它啦 到Future Tenses 那就比较简单一点 很少啦 四款里面 大部分学校都只是出一种 就是Simple Future Tense 而Simple Future Tense 里面呢 会再分 Be Going To 和Will 某些学校呢 就是这两种 它任意可以给你选 这两种 它写一种 它都 当你对的 但某些学校呢 就会捉得严谨一点的 甚至有些学校 是出一个Section 去要你去分 什么时候用Be Going To 什么时候会用Will 而这三种呢 大部分的学校 都是在中学的时候才会教的 好了 当你去选一些练习的时候呢 最好选一种呢 就是好像这一种 就是段落式的练习 因为段落式的练习呢 它会有不同的Tenses 混合了在里面 会比较勤力考试的模式 但是当你呢 不是很熟的Tenses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未完全明白了 所有Tenses的来龙去脉的话呢 你就不要做了 因为呢 你会更加混乱的 因为它会有不断去转换 不同的Tenses 也都有一些练习呢 是一句一句一句的 那 如果你选择的时候呢 最好呢 一句一句呢 都是 即是有混合式的Tenses 那你才可以清楚地 测试到自己究竟是懂不懂的 但如果你是刚刚才去学一种Tenses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种练习 是全部都是那种Tenses的 例如你刚才学Present Perfect Tenses 那你就可以做那种的题目 是全部都是同一样 等你去练习到它那种的句式 是怎样 熟习了它 那你才好做这些混合的题目了 那我们看看这条混合的题目会怎样 首先呢 你见到Quotation的时候呢 就要留意了 因为呢 Quotation就是引号 多数呢 Quotation里面讲的东西 和Quotation外面讲的东西 的Tenses呢 都是会不同的 而在这里你见到 Quotation以外 是Past Tense Interrupted 而以内呢 亦都有可能是不同的Tenses 未必一定是Past Tense 首先你见到Recently 这个字 这个字呢 是Present Perfect Tense 的重点词来的 那所以呢 这里呢 就应该填Present Perfect Tense 而Our School呢 是Eat来的 它的pronoun 所以呢 就应该用 Has Organized 他就说了 我们学校呢 最近呢 就筹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去旅行的 那这个Mary呢 就问这两个男子 Joseph和Tom 问他 你考虑了未呀? 你会不会考虑参加? 你是不是考虑参加?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一个呢 可以接受三个的答案 Will you two consider joining it? Are you two considering joining it? 或者 Have you two considered joining it? 留意 你看到 Yi和Yi 就是说 这两个答案 是要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 才会拿到那一份的 那因为它是问题来的 所以你就要用一个问题的 句式去问他 好了 那到Quotation以外的位置 那就是 他就说 Mary呢 在他们两个温习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去问这条问题 Interrupted 即是插嘴的意思 好了 那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重点词 就是When 因为When 他们读书 即是他们温书这个活动 是一个长的活动来的 那所以呢 这里就应该用 Past Continuous Tense 因为这里已经提示了 你用Past Tense 而Past Tense里面 因为长的 所以就应该用Past Continuous Tense 他们两个人 所以就是 Were Studying 要留意的是 Studying 这个字 我见过很多学生 他都很喜欢写 Studying 即是S-T-U-D-I-N-G 要留意 是Studying 那就是说是有Y-I-N-G 好 继续下去 They looked up and Tom answered 好了 又来Quotation了 那你见到Quotation以外 这里全部都是Past Tense 而到Quotation以内 它又出现了另一种Tense 是 Yes, I think Ms. Chen asked How to identify Different Kinds of Plants That Day 因为呢 她说That Day That Day 她是说那一个Field Trip 而那个Field Trip 是未举行的 所以就应该用Field Trip Tense 而这里说了I think 就是说我觉得 就未肯定的 所以就应该用 Will show 去代表她将来 她会 说给我们听 不同种类的植物 继续 BOTH OF US Like Like和Learn 都是动词来的 所以 Like后面 就应该用一个Gerrand 就是 Learning Both of us Like learning knowledge About Plants So we would 好了 这里更容易了 因为 would 后面就应该用一个Bed Infinitive 就是说 打回原形 什么都不需要的 就是答案是 Love to join 就是这样啦 希望帮到你们啦 Bye Bye 下一集我们会讲解 Vocabulary 和Pronoun 两种题型